非洲臺灣人協會主辦二零一六年 醫療健康講座 安排前馬街醫院 淡水分運院長鍾昌宏 擔任主獎人 為僑胞們分享醫療健康的資訊 當天包括了駐南非代表處參事徐永宜 以及多位僑領都到場參與 透過中醫師的分享 大家都覺得獲益良多 非洲臺灣人協會 在月保大安基督長老教會 舉行二零一六年醫療健康講座 邀請目前進駐什瓦基來王國 協助建立嚴政中心 前馬街醫院淡水分院院長鍾昌宏 與僑胞分享醫療健康資訊 主任駐南非代表處參事徐永宜 僑務諮詢委員曾慕松 約保臺灣商會會長李神輝 名譽會長紀茂春監事長李雲偉 還有不少僑胞熱情參與 徐永宜參事致辭感謝 非洲臺灣人協會主辦這場講座 我們國內的平均是79年 隨後鍾昌宏醫師透過投影片詳細說明嚴正的各種症狀 要如何自我檢查 生活習慣以及如何做好身體保健工作 讓參與的僑胞都覺得獲益良多 獎座結束後也舉行醫療諮詢服務 李神輝會長準備了豐盛點心和水果 讓大家感覺特別溫馨